随着德凯的完结 我本以为奥特曼的下一部作品是雷格洛斯格斗 但我忘了还有一个长篇的全明星剧呢 本周六更新的新生代奥特曼全明星 由20年播出的泽塔奥特曼主角泽塔 作为播报员开始大放松 本次将会盘点所有的新生代奥特曼 从银河开始到德凯结束 但这并不代表着新生代的结束 因为新生代这个东西 只要是新出的应该都算是新生代吧 所以下一部的布雷泽应该也会画回到新生代 如果是要重新分配一个区域的话 应该会把银河到德凯的这批奥特曼取另外一个合集名字 而届时新生代将会由另一个奥特曼重新引领 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在某一天有一个生物病毒入侵了光之国 删除了许多奥特曼的数据 导致光之国许多人的记忆都跟着缺失了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是就是感觉确实少了点什么 索性在德凯所在的宇宙有一条讯息从未来传了过来 被赛罗接到 赛罗就将这份记忆传送了出去 泽塔是第一个接到的 这个道具怎么说呢 和雷的配色好像啊 片头剧把所有的新生代都囊括了进去 不过远古还是藏了点东西的 他把这些奥特曼按照人气排了一遍 对此没有镜头的风马和泰塔斯只能说 六 本次的旁白是由塔尔塔罗斯担任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给远古卖玩具 正片开始 泽塔得到了赛罗给出的塑料玩具 刚开始还不会用 在不经意间触发了说明书之后 在仔细阅读之后便开始了记忆的阅读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银河了 银河作为新生代的老大哥 泽塔介绍了银河的四个必杀技 分别是银河火焰球 银河雷电机 银河圣剑 以及银河穿机射线 后来银河获得了亲爹泰罗的力量分享 可以变成为银河斯特利姆形态 可以使用奥特兄弟的全部技能 接下来呢便是维克特利 维克特利是银河的伙伴 擅长借助怪兽的力量来对抗怪兽 着重介绍了EX雷德王重击 筋骨桥火箭炮 蟹帕盾圣剑 下面介绍的是耳机宝宝 埃克斯 着重介绍了EX的几种形态 虚拟哥莫拉装甲 虚拟爱雷王装甲 尤其着重介绍了究极赛罗武装 看得出来 泽塔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 甚至连X的超越型提都不提一下 下一个欧布 对于这个债王 泽塔也是着重介绍了他的欠债形态 斯派兄姆 再配利奥 还有雷霆勋章 以及泽塔自己的阿尔法 少了个雷欧的形态 智勇形态 对于欧布本身的形态 也是只字不提 杀人诛心 之后就是泽塔的师兄杰德了 杰德没有在TV剧中展现原本的形态 所以只能介绍了杰德的初始 刚然还有崇高 尊华和银河都没有 根据之前展示的我猜测 是把这些傲的究极形态都隐藏了 但下一个介绍的下范兄弟 罗索和布鲁 就把我这个结论推翻了 他们的罗布也介绍了 那就都不成立了 如果是最强形态不介绍的话 那X有两个形态没介绍 如果说是非TV不介绍的话 那欧布的智勇介绍了 不理解啊 不过这些应该会在后面的剧集中 统一讲解的 罗布兄弟介绍完后 就是格力乔妹妹 没有介绍格洛布 按照时间线 下一位就是泰加奥特曼了 虽然风马和泰打斯 没有出现在主题区MV里 但好歹现在出现了 按照时间线 下一个案里说的就是泽塔自己了 但泽塔这个汉案 真的是汉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把自己给忘记了 反而开始强行回忆起自己的后辈 也就是特离家和德凯了 特离家还是可以的 大家都喊他班级超人 或者是微笑超人 但我仔细回想了特离家 与德凯的剧情之后 我想喊他007超人 007超人指的是 凌晨0点上班 晚上0点下班 一周七天半的无敌加班超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很艰苦 请你一定要想想特离家 这样的他都能笑得出来 介绍德凯和特离家的画面 则播放了大名鼎鼎的撒狗粮名场面 既然现在没有新生代盖亚了 那我单方面宣布 这三个以后就是新生代三节了 回到泽塔那边 泽塔实在是一滴都憋不出来了 此时银河赶到 银河告诉泽塔 这个设备是他从未来带来的 需要回想自己才能激发他的活性 泽塔恍然大悟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这个剧没啥意思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也释放出来了 那就是德凯的剧场版 将于2月23日播出 此时银河 果たして地球の運命は 守る為になったんだ ウルトラマンに 俺も誰かの大切なものを絶対に守る 頑張そう ウルトラマンデッカー最終章